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小路走过来 这里非常漂亮 绿树成阴 我们从小路走过来 到了泳坛会的地方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我们已经在海边了 我见到我们的游戏 在做很多汽车 现在游戏就回来了 就是这个山上游客 我们走完中升并坛之后 我们游戏第二个地方 因为这里选择了 就是芝加哥大学 我们准备上山 我们看看这个建筑物 非常有流线景 之前是越多利的八屋区留所 我们继续上去 我们在镜头前面 就是上摩星岭水库 我们现在要上炮台 就沿着一个摩星岭青年铝石 走上去 我们沿着小路上来 又见到一间屋 都挺特别的 下面都有些壁画 好了我们继续出发 我们走到这里 就说去摩星岭道 青年水库的郊游境 我们沿途都是一些山路 马石地 路都开始荒废了 人都不来这里玩了 已经 这个镜头下 就是青年泪射 现在就没人玩了 上到那里还有一层 第二层很难 第二层就难点 很短的 哇 这条长命车 其实不是长命车 是非常直的 好了 我们终于见到一些炮台了 我们走到这里 就是主要的炮台 我们远处又听到闲泥声 但今天这里没有闲泥 希望我们安全一点 这个摩星岭炮台 建于20世纪初的 是港岛西射击指挥准报 而这个炮台非常之重要 在日军1941年中攻香港时 被日军轰炸得非常之严重 现在被列为二级建筑物 我们走到摩星岭炮台下面 拍一个圈 这个炮台 当时来说 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部署之一 好了 我们又落大雨 行里 避了一刃雨之后 我们又去看看其他的方法 这是旧时的营房 好了 我们走出去 现在在下尼斯细雨 我们走进这个时光隧道 为什么我们要走进去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光隧道是绿色的 现在就进去了 好 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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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由这个凉铁 就转入这条小路 我们走到这个位置 就看到摩星岭 不知有劲天步十 好 我们走到这里非常舒服 因为看到有一个树 其实是竹林来的 原来港岭区也是一个很漂亮的竹林 我们穿过这个小小竹林之后 来到一个很漂亮的三角位 看到港岭区的风景 沿途都见到摩星岭之有劲 我们正是走一条烂路之后 我们很感谢有心人 帮我们建一条独木桥 我们要走过去 我们走到第19之后 就发现什么 曾经浪山泥 做了一条独木桥 哇 这条独木桥更厉害 要找些东西支撑住它 好 我们又要出发了 这个位置都开始浪跌跌 因为之前几天下过雨 要小心一点 这里又有一条独木桥 帮我们又铺路了 好多谢它 走完之后 原来就是终点 No.20 其实他们从这里开始扮上山 我们刚刚逆走上去 我们走完之后 就要走到这里 有丝带为记 好多丝带 这里下去大口环 我们走完崎区的山路之后 很快到 这个就是观龙楼 我们沿着这个楼梯 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到达了坚尼地城 即西环 最出名就是一些熔树下的脚马